国语有生善书 《金刚经》 济公活佛白话之解 一相无相分第九 分解 前言佛法不可执着 此言佛国也不可着相也 须菩提因昔日佛未生文说四地法 以为佛所说 必有法可得 依法而修 必有国可得 此皆一言分别 随言生解 皆落在能知所知之中 殊不知般若十相 非一相 非一相 非有相 非无相 非非无相 非非有相 非非一相 非非一相 非有无具相 非一意具相 离一切相 即一切法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也 破相破道极处 即诸妄尽除 诸妄尽除 不真何待也 经文 虚菩提 语意云合 虚陀还 能做事念 我得虚陀还果否 虚菩提言 福也 世尊 何以故 虚陀还 名为入流 而无所入 不入色生相畏处法 是名虚陀还 虚菩提 语意云合 思陀还 能做事念 我得思陀还果否 虚菩提言 福也 世尊 何以故 思陀还 明义往来 而时无往来 是名思陀还 虚菩提 语意云合 阿诺含 能做事念 我得阿诺含果否 虚菩提言 福也 世尊 何以故 阿诺含名为不来 而时无不来 是故名阿诺含 虚菩提 语意云合 阿罗汉 能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否 虚菩提言 福也 世尊 何以故 时无有法 明阿罗汉 世尊 若阿罗汉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 极为着我人众生受者 世尊 佛说我的无正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是第一 离遇阿罗汉 世尊 我不做事念 我是离遇阿罗汉 世尊 我若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 世尊 则不说虚菩提是要阿兰纳行者 已虚菩提 时无所行 而明虚菩提是要阿兰纳行 概论 本分 因前分点出所谓佛法者 即非佛法 佛乃恐众弟子 还未明白这个道理 要想众弟子 当机身物助心无助之理 并因小圣法 拘泥于明言习气 只有十法 所以一方面是欲从小圣法诱导众众弟子领悟 一方面是因为知道虚菩提 以成小圣之道 欲及虚菩提的口中 说出虚菩提自已所证之果来 原来大圣法是一个积极修行法 再自历历他行菩萨道 具同体大悲 无量大词的苦心 小圣法是一个消极修行法 在未自了生死 印度古时候 国父民安 百姓多图安逸 佛出世这个地方 不能不顺人情 兼用小圣法 所以本分 因为前分说道佛与法皆非 恐众弟子们 一味佛不可求 法非可取 私则进取无可注意 所以乃假虚菩提小圣之物 为众旁通 好使众弟子领悟 又四果中 皆有无 无所入 无往来 无不来 无有法 乃无为之法 所谓一切贤圣 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于此可证 佛之有四果 由孔子之有四教 但是佛说的四果 自有等级 第一 不入色生相畏处法 是知欲当毕 此果之出生 第二 一往来 是不再倒欲境 己果之常大也 第三 不来 是离去欲境 己果之成熟也 第四 离欲 是托然除欲 己果之以收也 复言 佛法 原来大别为险教及密教两种 险教 又分小圣 大圣两种 小圣 在分聚摄宗与成时宗两种 大圣 在分三论宗 法相宗 天台宗 华言宗 绿宗 禅宗 净土宗七种 密教 在分金刚部与胎藏部两种 小圣之聚摄宗 立生文 原觉 菩萨 三圣之音 为果位 生文圣 要在修四地法 素者三生 持者六十节 方能得果 其修行之方便有期 德国有四 想表如左 生文圣 五 停心观 以五观 停止五心过 一 不敬观 退至谈欲 二 慈悲观 退至称慧 三 因缘观 退至语痴 四 分别观 退至我见 五 树膝观 退至散乱 别相念处 分修四念 一 观身不敬 二 观受是苦 三 观心无常 四 观法无我 总相念处 总修四念处 横念此身 不敬 是苦 无常 无我 暖 能于真空 发向四之解 伏烦恼或得佛法气氛 如同钻木取火 先得暖气 约暖位 顶 在进而向四之解增胜 定观分明 在于暖位之上 如登山顶 观望四方 西皆明了 约顶位 人 在进而明四地之法 即可决定 堪忍悦 约忍位 是第一法 在进而修四地之行 渐渐法性 虽未得圣道 而于世间称为第一 约是第一法 虚陀还果 是第一法之后 无漏至生 断尽三界见货 约虚陀还果 又约预留果 是初果 斯陀寒果 从此断育果 私货之少分 尚往来于预界者 约斯陀寒果 又约一来果 是二果 阿纳寒果 断尽欲界私货 而不再生预界者 约阿纳寒果 又约不来果 是三果 阿罗汉果 若全断三界私货 超出三界者 约阿罗汉果 是四果 三界者指预界 色界 无色界而言 五庭新观 别相念处 总相念处 为之三贤 暖位 鼎位 忍位 是第一法 为之四善根 宗三贤与四善根 为之七方便 就是生文圣的阴位 虚陀还 斯陀寒 阿纳寒 阿罗汉 就是生文圣的果位 见或思惑 同属烦恼 若区别之 烦于意识 起诸分别 迷于真理 而起的我见邪见 等 为之见惑 五时对五沉静 眼时 耳时 鼻时 舌时 身时 对于五境 有见闻秀位处之作用 迷于事象而起的贪爱等 约思惑 见惑为觉悟的障碍 思惑为解脱的障碍 故欲物四地之真理 必须断见惑 欲出三界 而入涅槃 必须断思惑 不可不明辨之 无漏智者 乃物二至中真理 有漏无漏之一 离一切烦恼之过非 清静无垢之智慧也 讲义 佛曰 虚菩提呼 你的意思怎么样 虚陀还当修行时 欲先自念自己得生闻出国否 虚菩提答曰 世尊 不可有得出国之念 这个缘故 是因为虚陀还 虽不能顿悟真空 尚能紧紧强制其欲 能却六尘境界 造入无相之门 得为圣人之流 所以名叫入流 佛又曰 虚菩提呼 你的意思怎么样 斯陀寒 当修行时 欲先自念自己得生闻第二国否 虚菩提答曰 世尊 不可有得二国之念 这个缘故 是因为斯陀寒的心境 已造一余至静之处 但目睹诸境 此心还是以生以灭 所以明叫一往来 实则无第二至生灭 前念方浊 后念吉利 心不着生灭之相 所以时无往来 佛又曰 虚菩提呼 你的意思怎么样 阿纳汗 当修行时 欲先自念自己得生闻第三国否 虚菩提答曰 世尊 不可有得三国之念 这个缘故 是因为阿纳汗 星空无我 已断尘时私祸 内无欲心 外无欲境 习定已身 六尘四相 一一正空 而无不来之相 所以虽明不来 实在永不来欲界受生也 佛又曰 虚菩提呼 阿罗汗当修行时 欲先自念自己得生闻第四国否 虚菩提答曰 世尊 不可有得四国之念 这个缘故 是因为阿罗汗 以星空向灭 无得道之念 又安有得果之念 实无有法 名阿罗汗 若是阿罗汗 自念得道 极拙四相 就不能叫做阿罗汗了 虚菩提曰 世尊 我师父曾说过我 我终日立于一切法中 不起一烦恼 不恼一众生 无争敬心 无正 已到精妙处 三妹 在诸弟子中 许菩提我 为解空第一 是第一个拖进人我 断绝此念 离欲的阿罗汗 虚菩提又曰 世尊呼 我虽蒙我师父 称赞我如此 我时没有得了 阿罗汗道之念 虚菩提又曰 世尊呼 我若有得了 阿罗汗道之念 便是我生一妄念 又安得六欲顿空 我师父世尊 就不说虚菩提我 是好于寂静阿兰娜 之行者 因为虚菩提我 心缘无所得 亦无所行 为本分上一尘不着 以此得名虚菩提而已 所以我师父世尊 称我是好寂静之行者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至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 以上内容由无极直辖全真堂著作 欢迎注意